早上 師傅幫你看風水 鄭師傅 我們今天又去看風水看房子了 是的 今天我們探一家三口 其實幾年前已經幫他們看風水 家裡的裝修完了 想看看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還有我想問其實除了家裡 周圍的環境也有影響 要不要先去看看,到處 這裡除了大運轉之外 其實有時候有些榴槤的轉變 例如現在這裡的大門口 有些地盤在開工 通常有地盤在你附近開工 都一般 所以這幾年可能它也有點麻煩 我們一起上去看看 好…師傅,快點走吧 這裡住了周生周體一家三口 掌師傅兩年前曾經幫他們看過風水 當時還沒裝修 小兒子只有兩歲,現在四歲半 不知道這裡的裝修 會否旺他們一家呢? Hello,周先生,周太,你們好 新年發落 你們在2020年的時候做了一些裝修 但會有甚麼影響呢? 因為現在九運,裝修的時候八運 我的理論是因為2020年 其實是土星和木星相會 所以當時其實就是九運的開始 但這是一個過渡期 我跟周生周太也談過一下 驗證一下現在的房子 到底應該屬於九運 又是八運 似乎它是驗證九運比較對樣的 因為這間房子八運很旺 但是裝修後剛才是九運 九運的旺星不去到門口 所以無論身體和事業上 都比較有一點差 這就是驗證了剛才我所說的 現在這間房子已經屬於九運 所以處理方法就是以九運來計算 剛才正如師傅所說的 周先生身體健康很麻煩 其實在房子裡 裡面可以擺放些什麼 可以令這裡住的人身體健康呢 因為周生周太這間房子 門口向正東南位 剛剛進入2024年 東南邊有個泰碎 也有病符 今年比較麻煩 所以我第一句提議就是 周太, 你門口掛了一些紅色的東西 有一張紅四尖 那位置, 今年全都不要掛紅色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 你可以在門口掛一個藥袋 即是掛兩個藥袋 即是用兩個布包包包著藥 掛在這裡 還有放一個葫蘆 還有葫蘆上貼兩個金錢 葫蘆就可以… 你買回來的那些 通常是天然的 你可以由黑, 掛在那裡就可以了 門口的地毯 你可以放一塊白色的地毯 可以幫你解決榴槤不好的東西 另外, 如果要吹旺一間房子 在床前面有一個窗台 窗台的位置放一個洞水 即是會動的水 你的財運、事業和健康都會有改善 不過我要提一提 洞水千萬不要有碎聲 就要靜, 越靜就越好 放在那裡就可以解決了 那兒子也可能要放文窗, 是嗎 是的… 因為我知道周太太很喜歡 把桌子放在這裡中間 讓她的小朋友讀書 我會提議你仍然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不過轉向它45度 剛才45度, 向著廁所門口的位置 就差不多了 其實掌師傅好像幫你們看風水 你們有否跟著它這樣擺放 其實也有 因為上次師傅給我們一個意見 就是儘量把床尾和空間留下多少 叫做名堂 但不是跟著很足 始終空間有限 我原本說把床尾向著窗 但因為他們的空間有限 他們放到那個位置就放不到衣櫃 所以他們現在照原有的位置就沒有變 不過他已經撿空了床尾和牆中間的位置 空了一點, 就算是比沒有好 一般來說, 正常的 例如說三尺、五尺已經可以了 不用一定要弄到… 就是結果越多錢 對, 但現在的位置只有半尺 大概只有半尺左右 那就沒得說了 還有什麼方法呢 房間裡不要放衣櫃 把衣櫃看看有什麼辦法處理它 放出來, 或者放在小朋友的房間 然後就把自己的床放在窗上 向正, 讓他的眉頭更闊 這對你們來說, 兩夫婦也是很好的 一路來看, 看看你們可不可以… 因為這些東西影響到設計的問題 以及觀感的問題 你們自己決定了 蔣師傅, 剛才來的時候 發現到處都有一些建築地盤 還有聽周先生太太說 其實安高榮不停有些地盤 那會否影響到這裡的風水 因為始終都叫做洞土 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 我們要看榴槤 譬如那裡的方位 譬如現在周先生那裡 通常向北、向西北 和西三個方位都有洞土 但幸好我們上次談完之後 你們前面那一層, 向北那邊 就已經建好了 就只是北、再北那裡還沒建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角那邊 你看到它們的洞土 就要把風鈴移過去那邊 不然你暫時放在那個位置都可以 總之你看到哪個方位有洞土 你放在那邊的風鈴移過去就比較好 譬如去年, 為何你有那麼多麻煩 因為西北面是五黃道 即是2023年 所以你會更多麻煩 其實我們的房子是否沒有財位 因為之前我太太也有檢查過 她說我們的財位是非要出去外面 對… 你們現在不會的 因為你們的房位就是你的窗台的位置 所以為何我要你幫… 就是我來監獄 對, 所以你弄好那樣東西之後 你應該可以的, 財運 好, 謝謝師傅 區區有運行 青山道六年生意, 又沒得早 Pasha師傅 我們現在就在荔枝各區 很多工商下和人來人往 車來車往 其實這區漢字都不錯 接下來九雲的運勢會怎樣 不如我說一說, 如果以70年代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美夫, 這一區已經走運了 是不是? 如果西北起現在 因為輝煌的時候, 是70年代的時候 美夫, 那邊出了很多富豪 對, 富豪屋邨連嵌 其實以九雲來說 很多師傅都說 見北水見北水, 有水就是財 我們還有另一個學說 這裡屬於西北邊 如果西北邊的話 如果在五行易經掛上 這個工位代表建工 現在我們走的是鐘櫚的運 鐘櫚不關乎年紀事, 大家 鐘櫚只不過是掛像應對人 現在這樣, 雙負雙城的話 西北位也是代表財 這個位是怎樣呢? 其實我之前已經說過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只會越來越多人創業 因為這個位置是風水學 本身就是六百 六百本身就是代表拼搏 創業、權利等東西 再加上錢工 錢工是對創業、權利等東西 所以這個地區接下來說的話 是很適合創業人士 但會否某一科 譬如說是做電信、金融、飲食 哪一個比較合適呢? 其實你說電信、科技 一直到哪裡都適合 因為現在走九運就是食證這條路 如果你說金融不會在這個行業 但是你說會否有很多大公司 會搬來這裡的話 只會越來越多 譬如一些未到甲級 或者邀請甲級 越級都會搬來這裡 反而還會擴充 飲食的話真的要好看 你酒樓也是飲食 你火鍋也是飲食 你三餐飯也是飲食 所以真的要好看 飲食能否做得過? 做得過 但是也要配合你是做大還是小 尤其是辦公室的話 可能做小的會比較好 做小的就好一點 小的食肆還是小的? 對, 做小的食肆 或者是快、漂亮、正 兩餐飯 對, 或者你做了一些新的東西 未必只是兩餐飯 又或者一些特色的東西 香港小店、小食 馬上讓你餵, 不要坐了, 馬上走 這些 魚蛋、燒賣那些 都可以, 有些可以再特色一點 都可以的 是的 美容也很好 但是美容就要加一點東西 例如是一些醫學、醫美、保健的東西 在這裡做的話是不錯的 哦, 難怪了 這區真的多了很多美容 但是是說大整還是細整 這個也很適合 這個第一大整適合 第二, 這個區也適合做 是的, 尤其是 還有這個區最適合做的 現在就是關於新心靈的店 賣水證我真的見過很多 現在越來越旺 這個區, 加上 很多時候見客可能是一對一 或者一對二 所以這裡的租金 以及發展潛力是非常好 而且他們也可以租隔壁的貨倉 如果這樣說是非常便宜的 是, 是的, 很好 是 創業嘛 是 創業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這裡 荔枝各區 是 歡迎收看你啦